东海之溪,左上方乃是刀屿,寒风呼啸,太古地广何止几千几万里,虽同一季,而不同地方则气候不同。 临近东海的地带,数千名白袍长刀的刀屿弟子压着衣着胳膊相投的自由派人,向刀屿进发。那些身着白袍的弟子时不时的怒骂几句,踹几脚在那些自由派系中人身上。 突然之间,一股强大的气息飞速逼近,那数千刀屿弟子立即做出反应,截阵硬敌,长刀已然半出窍,警惕地望着东海方向那群飞速逼来的人影。 啊,原本的战役瞬间瓜分,当看到东方天空出现的密密麻麻,不知多少人的黑点时,所有刀屿弟子都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刀屿之策,东海之内,居然有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 是的,就是军队藏身其中。 当风云无忌带着六十多万功力大进的剑阁门人出现在陆地边缘,双足踏上地面的时候,便是那些被强行押往刀屿的邪派中人也是震惊地转过身来,他们的异样举动并没有引来刀屿弟子的打击。 一个又一个人影缘缘地落在地上,其中许多人通体都发着灿烂的金光,看起来甚是夺目。 风云无忌看着挡在身前的刀屿弟子,微微皱着眉头。 你们,这里是刀屿,你,你们是哪儿来的,想干什么? 刀屿,风云无忌眉头皱得更深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来,心头本能地感到一阵厌恶。 刀屿,滚开。 风云无忌这几个字说得很轻,这几字根本听不出任何愤怒的成分,平静地就像是熟人之间互道平安。 看下一瞬间,刀屿中人马上领略到这几个字的含量。 大袖一挥,一股咒风挥手而出,就像吹树叶一样,将那刀屿弟子连头自由派系的人远远地朝着四方抛去,直接飞出了视线之内。 随后,风云无忌一脸默然地踏步而出,默然地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回想着脑海中。 那些已然模糊得厉害的记忆,往事一点一滴,由声色到熟悉,涌上心头。 第122章,剑狱重现。 砰! 风云无忌一掌归出,挡在面前的数百人,便像布娃娃一样地被扇飞。 一路向西,路上所有碰到的人都被风云无忌漫不经心地一掌扇飞。 赶路的被扇飞,正在争斗的也被扇飞,反正全都是一掌,绝无多余。 六十余万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而去,一路所知之处,神鬼屁翼。 只要有人挡在路上,不管功力高低,人数多少,都是一掌甩飞,连点反抗的都没有。 遇到妖兽,则是全部杀光。 六十余万人,脑中一片茫然,只知道跟着前方的人,那名潜意识中必须服从的人。 而风云无忌则根本没有留意自己再赶往何方,他的脑海之中只有一片模糊的印象,一切的行动完全交给了本能去控制。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无数人被这股庞大的军队所吸引,被风云无忌一掌甩飞的人是越来越多,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一个人受伤。 风云无忌掌握力度的精度,令人震撼不已,一股股强大的神石破空而至,在这只突然出现的庞大队伍上空扫过。 风云无忌根本就没理会这些窥视的神石,终于在越过数座千丈余高的大山之后,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地带。 百丈之外,一栋残破的小楼润入风云无忌的眼中,小楼已然称不上小楼了,二层以上的部分早已折倒,扑进在尘埃之中, 一块块布满灰尘与珠网的木板,分洒在周围的地面上。 木板已经非常腐朽了,似乎动一下就会整个粉碎坍塌。 看着眼前那堆唯一的建筑,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同时还有另一种苍凉的感觉。 风云无忌慢慢地走过去,扶下身拾起一块木板,那木板在他手中很快化为一堆黑灰,纷纷扬扬地洒出。 我回来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来,那是一种家的感觉,看着眼前残破,潇涩的景象,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涌上心来。 风云无忌突然仰头向天,发出一声尖笑,那气浪直上云霄,将上方所有的云层向周围推开,露出一大片晴朗的天空。 脚下更是一圈肉眼可见的尘土圈向外扩散开去,间隔的残骸在这声声浪中轰然倒塌,彻底地化为一堆黑灰。 原本模糊的记忆在这一刻突然之间清晰起来,一幅幅画面从心中涌出,一股澎湃的热血涌上心来。 风云无忌猛然吼道,我便是剑皇,剑狱之主。 四周那树座高山,白一股足可毁天灭地的气劲,瞬间压爆,化成一堆堆植入云霄的黄尘。 大手一挥,原本间隔的残骸被一扫而空,双手一翻,数千里外,一座座森林连根拔起。 十人荷豹的大树在一股无形距离地牵引下腾空而起,在离间隔数百丈的地方,一棵棵大树顿时静止下来。 但见风云无忌手指快度地闪动,那些树枝茂盛的树木顿时被一股无形的巨刃削切,所有支支叶叶全都被剔除,只于一根笔直粗大的树干。 风云无忌缓缓闭上眼睛,体内却是剑一大掌,双掌掌心须对着地面,离手掌三寸之处。 一层极薄的掌刃气刃快速地悬颤着,风云无忌食指微动,那薄薄锋利却堪比任何神兵的气刃,便带着刺耳的锐笑声破空而出。 手掌三寸之处,又是一片掌形气刃成型,双掌微动,一块又一块的掌形气刃回旋着破空而出。 只是眨眼之间,第一块气刃出手还未由百米远,风云无忌以人双掌甩出了数万片这般薄而立的气刃。 方云百米范围内全是这种薄耳力的气刃,尖锐之声刺耳以极,却是因为速度过快以空气摩擦发出的声音。 气刃快速地盘旋来回,消切,转眼之间那无数漂浮于空中的巨大木头便被切成了一块块,或薄或厚,或长或短的木板,切口光滑无比。 喝!风云无际吐气开声,那一层层木板突然如离弦之箭暴射上空,在数千丈高空中一顿,随后掉转过头来,如暴雨般夹杂万军之势纷纷落下。 轰轰轰轰,一片大而长光而平滑的木板如流星般坠落,落地之处毫无规律,一片又一片, 入地长达十多米之深。 风云无际身后五十渊战士被这声音惊醒,震惊地看着身边从空中坠落,笔直地插入地层之中的木板。 木板坠落的范围非常之广,这片广阔的空间,到远处的各座山峰全都是范围之内。 轰轰轰轰,大地摇晃,一处处地面破裂开来, 一块块青色的巨石被风云无际吸射出来,一道道乌虹划过,那些巨大的青石便被切割成一块块规则的形状。 风云无际大手一挥,那些青石便全被一股飓风吹起, 一块块手尾相接地在地面上铺陈老远。 随后,天空大量木板落下,又是一片石板铺成。 如此循环,数次之后,将一块岩形的古朴庙宇石屋顶从天空落下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诧地发现,原本一片荒凉与萧丝的山野, 眨眼之间已然变成了一块威然而华丽的楼阁建筑群。 那一块块石板铺就的就是路面,而木板则构筑了围绕一座千丈高山而立的大量楼阁建筑。 这完完全全是一座城市,而不再只是一个单调的建阁了。 那千丈高山之上,另一座威然高耸的建阁总立其中, 在穿透云层的阳光下,射出淡淡的金灰。 山脚巷,一个完全由地底千百丈深处的青石岩构成的百丈高的巨大排放是石门。 石门正中,有一块突出石面的长方块, 上面有两个入石三分龙飞凤舞的大字,剑狱。 风云无际身形微晃,已然变时而上, 轻轻地落在山顶建阁之上, 俯视着山下的众建阁弟子,淡然开口道。 我们曾经离开了,现在我们回来了。 参见主公! 数十万战士轰然跪下,神情满是恭敬。 记忆终于开始变得清晰了, 虽然有些还是很模糊。 风云无际腐蚀着下方,气息强大的数十万战士, 心中豪气万丈,仰头向天,心中怒吼着。 动力千年万年,我总是回来了。 如今,守我如此重兵, 我的梦想也应该可以实现了。 神石破体而出, 笔之以往要强大数百倍的神石, 以剑阁为中心, 向四面浮射而去。 山川大河, 尽收眼底, 以往感觉无人的地方, 此刻在神石的体察之下, 却是发现了无数于各处地底浅修的武者, 一个个有若木雕一般。 在感觉到风云无际庞大, 从天空掠过, 连天地也为之变色的神石时, 有不少浅修中的人睁开了眼睛, 目光闪过一抹惊异。 神石如海潮般的扩散而出, 千万里眨念之间便已闪过。 许久不见, 独孤求败的隐居之地, 空荡荡的, 只是在不远处有一名眼神冷漠的男子, 似乎发现了风云无际, 抬头看着天空, 神石再往另一处去, 破灭殿中冷冷清清的, 感觉不到任何气息, 以往嚣张霸道的破灭道主, 似乎突然之间消失了。 幽冥峰地底的冰窟里, 冰雪已将洞穴填满, 西门吹雪也不在其中。 山河依旧在物是人飞扬。 风云无际突然产生了一种, 萧索冷清的感觉, 这些相熟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心意一转, 强横的神石已然往南生北斗山而去, 那里乃是南生北斗派所在, 子韵所居之处。 第123章 南生北斗之乱 当风云无际的神石出现在南生北斗山的时候, 只见下方紫影杖杖, 山巅上一脸肃然的紫韵, 旁边冬厚于紫玉神色憔悴, 身上已多处负伤, 雀水染身。 不远处, 独孤求败, 一手微微下垂, 银白的头发染着血丝贴在脸颊。 南生北斗山下人影床床, 刀黄君不破傲立在山脚, 身边不远处, 却是五名气息不在他之下的神秘带刀银炮人。 在风云无际的神石出现在上空时, 刀黄君不破突然上前两步, 神态恭敬地在一名长相颇为威武, 胡须染霜, 头戴地灌的中年男子耳边, 说着什么? 那男子覆手而立, 仰望着山巅, 一身气息却是强悍无比, 的确要比号称紫黄的紫玉要强悍的许多。 山脚与山巅之间一片凌乱, 到处是血迹还有卧倒的死尸, 那些人却多是身着紫袍的男生北斗派门人。 当风云无际潮水般的神石铺天盖地而来, 在天空上俯视时, 许多人都感受到这股强悍的气息, 神色俱视一变。 何方高少! 刀地神色一冷, 仰天鹤道, 随后一股强大的神石由下方破空而上, 迎上风云无际的神石。 天际与地面之间突然电光闪烁, 乌云齐聚, 一道道劈啪的雷声响彻天空。 风云无际的神石与刀地的神石在虚空之中激烈碰撞, 引发出天地间的异象。 神石之争却是凶悍无比, 两人争斗许久, 在虚空之中引发出无数的黑色空间裂缝, 却始终是互相奈何不得对方, 终是决定退却。 刀地轻一一声, 抬头看着天空,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心中却是震撼一击。 眼看南升北斗山就要被攻下, 此时出现的地级高手到底是什么来历? 难不成与紫黄有故? 还是某个隐秀高手突然出关? 希望还是后者为好, 否则的话可就麻烦了。 那边刀地震惊不已, 风云无忌却也是震惊不已, 意念见起大法, 奥妙无比, 以风云无忌不知多少载岁月的苦修, 意识强悍了百倍不止, 却也没能突破意念见起大法, 第五重天, 见地境界。 但已离见地境界, 却只有一步之遥。 直尺天涯, 修武之道哪怕便是这么一点差距, 也是极难超越的。 意念见体大法前期修炼非常容易, 但到了后期, 其困难之处是突然之间不止增加了百倍千倍。 但此功法也是奥妙无双, 只是剑皇末期的意识强度, 已然完全能够和刀地级别的强者意识相抗衡了。 神石如潮水般地回到躯体之中, 风云无际脸色微变, 一行字迅速地出现在脑海之中, 归身一鹤, 刘一半留位间隔, 其他人随我去南升北斗山。 时长, 你知道路, 我先过去, 你们随后跟上。 炎霸脚下轻点, 以人闪电般地破空而去, 眨眼之间消失在众人眼中。 南升北斗山上, 气氛一片紧张, 紫黄一脸愤然, 刀地这个老狐狸, 没想到这次他亲自出关, 而且还带出刀鱼的精英战士,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无法跟他们抗衡。 望我杀精的特殊杀意效果, 被他的刀意克制, 根本无法发挥出来威力。 境界上的差距, 就是如此巨大呀。 冬后的脸上也是一片气馁, 这老家伙带上了五六个实力不弱, 与剑皇境界的高手, 再加上一个剑皇中期的军不破, 我们这边虽然有独孤求败, 与西门吹雪相助, 但也不是对手啊, 时间上的差距, 根本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拉近的。 那, 要不我们投降吧? 紫玉突然伸出头来说道, 冬后, 紫皇, 独孤求败, 西门吹雪, 同时看向他, 直到他不好意思, 自己吐吐舌头, 把头缩了回去。 要实在打不过, 那我们就投降吧, 要不跑路也可以, 反正刀地武功虽高, 也不一定跑得过我们。 紫皇做思考状, 突然很光棍地说道, 西门吹雪听到这话, 脸上莫无表情, 只是右手微微握紧了几下, 手背上露出条条青筋。 独孤求败文言, 嘴角抽了几下。 还没做出决定吗? 上次, 本座因为某些原因, 不得出关, 这才饶了你们。 如今, 本座带领七位皇级高手, 你们只有四位皇级高手, 还想顽抗吗? 身下传来刀地的声音。 错了, 是五位皇级高手。 紫鱼双手插腰, 冲着山下不服气道。 小丫头, 我一边去, 这里没你的事。 我再给你们四秒钟的时间, 四秒过后, 本座将水刀玉所属, 将此南升北斗山, 移为平地。 四, 三, 二, 一道开天辟地般的灰红刀气, 接天连地, 向着南升北斗山, 披落下来, 直四将南升北斗山一分为二。 刀气还未夹体, 整个南升北斗山, 以人轰然相鸣, 似乎随时都会坍塌。 山巾, 三道磅礴的剑气, 自三处冲销而起, 直冲那披天破地般的刀气迎上, 一阵清脆的碎裂声传来, 三道通天剑气, 各自碎裂开来, 而那道磅礴的刀气, 也暗淡了不少。 虚空之中人影一闪, 一人已然出现在那接天连地的无形刀气之下, 长发飘舞, 右手直接一掌抵在那无形刀气之上, 哄, 一声巨响, 刀地劈出的通天刀气, 瞬间便被崩得四分五裂, 分座千万碎片, 消失在虚空之中。 众人只觉眼前一闪, 南升北斗山上, 已然多出了一名赤着上身长发过息的男子, 你是何人? 刀地脸色一变, 通过神识感觉, 他早认出眼前这人, 便是先前已神识探查此处的高手。 有道是横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风云无际一掌破刀地的残余刀气, 指着一手已让刀地深知此人及时难惹。